居家医院护理是在家中提供的医院级别的护理 大多数接受居家医院护理的患者 本来是要躺在医院病床上的 很显然,他们要在自己的家中保持病情稳定并管理病情 我们可以提供静脉注射药物 这是一种复杂的护理 与患者在医院接受的护理是相同的 患者的护理需求可能各不相同 有的患者每天只需一次家访 根据临床需求的不同 在入院时即确定了家访的频次 患者实际上是住院患者 而且如果患者自己提出要求 或者如果临床病情恶化到需要再次入院的程度 患者可以被送回医院 所以居家医院护理的好处主要是 让患者感到舒适 在自己熟悉的家中 患者的精神状态会好很多 不必成天在病房里坐着 可以出去走走 在家中护理的医疗效果要好很多 而且并发症也少得多 你会收到出诊护士或出诊医生的通知 您好 我要来看您了 而你不必一整天都在想着 哦 接下来会怎样 他们可以和家人保持社交联系 居家医院护理计划 可以让你在更舒适的环境里康复 睡在自己的床上 用自己的床垫 自己的枕头和被子 不想什么时候起床 就什么时候起床 想什么时候睡觉 就什么时候睡觉 而且不会受到医院环境中噪音的干扰 你在温馨的居家氛围中 墙上挂着你和家人朋友的照片 而在医院里 你看到的只是一张病情图表 告诉你你的病情如何 体温多少 康复过程的一部分 就是你的精神状态 如果你待在一个 特别舒适温馨的环境中 和亲近的人在一起 那当然会有很大的帮助 他们可以根据家里的情况 进行调整 而且可以极其快速地做出调整 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有一个阶段 我们的一位物理治疗师 用到了房子外面的台阶 我们在台阶上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锻炼 我是团队中的一员 在康复的过程中 我想要做什么 他们都会配合我 我有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对计划本身的贡献更大 当然对家人 朋友和照顾者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朋友可以随时到访 而且这也意味着 我的太太可以不用天天跑医院 她之前每天两次来医院照料我 我因此康复得更快 临床医生都是一流的 他们有这方面护理的经验 他们以前护理过像你这样的患者 我觉得这种全面性服务 即使不比医院环境中的服务更好 也是差不多的 而且还免去了医院护理环境中的噪音和干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